今天到了郊州这边 考察一个郊州这边的 啤酒屋四颖大赛的这个项目 然后正好到饭点了 咱们找张大彪吃个炒鸡 大彪 你俩被丢了 丢座了 来来来来 还用那个 我看了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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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一说一说 来来来 说鸡不说八 但今天来了 又得说说张大彪的炒鸡 八 今天上的是一个138块钱的 大花公鸡 跑山大花公鸡 大葱 青红辣椒 小炒鸡 蘸着它这个小肉 很好吃 问哥 我知道今天你的烂 等到今天早上五点钟 我去上山抓鸡 我给你这个鸡 一直跑到今天早上八点钟 我才抓着它 五点到八点跑了三小时 对了 我才抓着它 你五点时刻去投鸡 你抓什么鸡 然后就给我断上了这么个鸡 这个意思是吧 对了 真是有个山 我看他们好像落了个东西 然后把鸡在山上跑 张大彪在后面追你 你知道吧 然后有些鸡吧 它跑的那个爪巴你能看出来 你看这爪巴 就是一看不就老茧 全爪 全是老茧 张大彪这个鸡 开到哪里的店 也必须再蘸它这个饼 芝麻饼哈 饼是先打的 就是锅盔那个做法是吧 对对对 蘸它这个鸡汤 这是绝配 就像梁山伯必定要配祝英才 活着配不了死了也得配 来看那个大勇教给我的那个说法 头醋 搅天 盆香 搅腿 反正就那么个意思 这份鸡 应该说是个三人份 中餐吧 定上一份鸡 三个人就够了 定上两份饼 那么好饼都不够 蘸它这个汤 晚餐吧 定上一份鸡 来上几瓶啤酒 朋友们一聚 大彪你可以啊 你这个炒鸡链开到郊州了 什么时候开到纽约啊 我开到纽约的时候一定烦你一块 哈 鸿哥 不是有时候干嘛 叫林荆人在纽约 我听过 听过吗 这歌是刘桓唱的 嗯 林荆人在 那歌我听过啊 林荆人在纽约 那是给你做的 那就是给你唱的 哼哼哼哼哼 只要你努力干 早点晚点好点的生活 必定不像你 这是文哥跟你说的 做的表 一切节目可能 哈哈哈哈 来吧 弄下 在青岛不做海鲜的店 基本都完蛋了 但是人家 人家张大彪炒鸡厉害 做的鱼 鲤鱼淡水鱼 酸辣口的 嗯 这个没有辣椒是胡椒 哎呦你怎么知道人家吃三辣口的 你看吧 三二辣女啊 对对 你问他最近我跟你说有点忙活忙活的 这筋吧筋吧 嗯 这个鱼汤尤其是韩湾牛 啊 还有个肥肠舒服 而且它腰味 啊 鲤鱼吧是炸的 然后炸的是各种的 头酥焦脆 它这个汤里面有鸡蛋 酸辣汤配 头酥焦脆的这个鱼 之后呢 这就变了变成了一个酸辣汤 头酥焦脆鲤鲤鱼 你这个名字又该把它华丽点 家畜鲤鱼 这山东人也不会给菜起名 你要调到广东 这个菜要命了啊 海景无敌 头酥焦脆 酸辣汤 不利 怎么起这个名字 你们想好了给我留个言 就他这个家畜鲤鱼 改一下这个名字 太酥了 太酥了 你说这个张大彪这个炒鸡 他重不重钱吧 一个分店一个分店的开 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张大彪炒鸡 现在吧外面吧 刮了一股旋风 说文革在这个张大彪炒鸡有股份 这不是胡说八道 我今天给你重撑一点 就是朋友 不错 我真没股份 但这个炒鸡吧 在清朝地区 咱远的地方 可能到了纽约它就完蛋了 跟肯德基什么家乡鸡比起来 它就完蛋了 但咱们清朝本地还行 可以吃啥 来文革 你尝尝 咱李姨的也是一个特色的小串 麻辣牛肉条 你尝尝 东北菜有一个香辣肉丝 它这个叫什么 香辣牛肉条 香菜 辣椒 芝麻 花椒 没有麻椒 然后里面就是圈了一道道的牛肉条 先把它煮熟了 然后再过油 再炒制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嫩 对不对 蛮不过它 很好吃 我跟你说张大彪 你挺敢的 你敢在教主这碗开炒几天 你知道这碗 教主这碗特别能喝 我们另一人都能喝 另一人喝酒 这一盘炒几天 一般就是 说自己还皮皮皮 嗯 另一人不但善于炒鸡 还擅长那个啥玩意 还擅长吹牛 回头吧 回头吧 我组织一个教主代表队 在评论区找文革报名 然后吧 有林毅那边的小伙伴 也可以给文革报名了 我们不收报名费 记住 文革的比赛不收报名费 参加文革的P5送预大赛 咱们就在教主 教主战的比赛 来参加教主战的比赛 看看到底是林毅的厉害 教主的厉害 还是咱们老城区的厉害啊 好 我回去抓紧生涯组织 林毅能喝的酒吧 啊 你这教主吧 我们俩套 就不用服侍动 好了 不能喝的来 我估计你还来了 哈哈哈